準備在書展推出寫真集的Lemmo組合Donuts 最近都忙著試造型為宣傳寫真集做準備 對於貿化局拒絕他們在書展辦簽名會 成員之一的Rainbow覺得被歧視 我們都不去那種類型 始終不像央及慈如 我們的本書是銷售青春、可愛和健康 所以我不明白為何會禁案 他們的經理人說貿化局拒絕他們辦簽名會 這也是不符合書展形象 他們完全沒有問究竟你們辦簽名會活動的形式是怎樣 只是諮詢了一個時間 例如星期幾幾點鐘就沒有任何細節 所以我不明白他們用甚麼方法得知活動一定是不健康 而貿化局就解釋是經過考慮 認為簽名會品味低俗才作出有關決定 今次簽名活動總共有190場 而其中有一些有大約十多場 十二場 就是跟一些寫真集有關 而我們看它事先的宣傳 意識是好、不好、意識不良 它宣傳的手法也是很低俗 所以經過顧問團一致的意見 我們拒絕了它參加簽名活動 他又說申請人如果不同意 可以在30號之前提出上訴 今年書展在下個月21至27號在會展舉行 貿化局除了審查宣傳活動之外 亦都第一次要求參展商簽訂守則 承諾搞的活動是符合書展的形象 否則可以終止它的展覽 香港寬頻電視機就在你仍然播放